來 預備 起 來 願你的國降臨 有什麼意義 什麼叫你的國 現在的國家是民主嘛 你的國一個人掌管一個國 那不是已經跟不上時代嗎 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在講你的國我的國 好 什麼叫做願爾國臨 你的國是講什麼 我們禱告都在講這句話 有意義嗎 我們介紹西加古 Bears 芝加哥有一個很有名的感染球隊 叫芝加哥熊隊 西加古 Bears 他會有名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教練 這個教練呢 名字叫做Mike Digger 這個Mike Digger 常常會在那個他們叫Locker Room 就是換衣服的地方 就會把他的隊員叫來給他們一些勉勵 這次要怎麼打才會贏 那有一次要跟他們講話以前 他就把那個最胖的這個 這個防守半崩 Depensive Tackle 很壯的William Perry跟他說 欸 Perry 等一下我講完話 請你帶大家用主導文來做結束禱告 這個 Perry是很 可是聽到要用主導文 他就開始發抖 發抖這樣 然後他想說應該 他都是基督徒嘛 應該主導文不是那麼困難嗎 就請他這樣講 好 他講完話呢 他就叫他把帽子拿下來 放在胸前 眼睛閉起來 然後就跟Perry瞪一下眼睛 然後Perry就沒有講話 就會發抖發抖 流汗 然後這個是四分位 quarterback 這個是Jim McMahong 他就眼睛透明一下 看那個Perry很胖 在那邊發抖 流汗 他說他就心裡講說 大概是不會禱告 所以才會這樣發抖 他就他們有一個叫Motivator 這個基督師叫John Cassis 他就跟John Cassis說 我看他是不會禱告 你看這麼久還在那邊發抖 就想不到他憋斑 他憋出來了 他說 Now I lay me down to sleep I pray my Lord my soul to keep If I should die before I wake I pray the Lord my soul to take If I should live for other days I pray the Lord to guide my ways 整個背的很完整 哇 背完了 如果他能中文是說 我躺下床上安眠 恳求主看顧我魂 我如果長眠不行 恳求主接納我靈 我如果繼續餘生 恳求主一路引領 哇 不得了 那這個Cassis的肩膀就有人 就因為他跟他說不會 那開始說會 後來他跟他打賭50塊 他練完以後呢 那個馬克馬虹就說 你贏了50塊給你 你們知道好笑嗎 因為他也以為主導文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球隊有兩個人 不知道主導文 一個是把小孩子的禱告史 當作主導文念 一個是他以為他真的是會主導文 所以你不要笑他們 有時候我們是會背 可是當問你說 你的國將有什麼意思 你可能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念嘛 就是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將 到底是什麼意思 講到國齁 我們中文叫國度 其實英文叫Kingdom 所以是King 重點是要有王 所以Kingdom是王國 為什麼叫王國 因為有King 有國王 國王幹嘛 因為國王有王權 有Kingship 他拿Kingship做什麼呢 因為他要統治 Rain 上帝要統治他的國度 這個是封建時代的想法 現在是民主的 選出來總統是要服務 什麼叫做統治呢 他講的是這個 所以有人說 哎呀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童話故事裡面才有的啦 這個Cinderella heritale 裡面就有一個國王 還有一個孩子叫做王子 王子有一次開舞會的時候 就拿到一個高跟鞋 然後灰姑娘就變成一個王后 這個是故事裡面才有國王啦 才有王國 我們現在什麼時代了 可是我告訴你喔 聖經裡面也有一個故事 講到國王 那個故事呢 是這個人的兒子的故事 這個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這個記號有看過嗎 這是什麼icon 什麼記號 叫什麼會 基電會 基電會幹什麼 送聖經嘛 人家旅館裡面就是放一本聖經 這個基電是一個人喔 他很勇敢喔 帶了三百個人 就以色列人啊 打贏那個幾千幾萬個人喔 很勇敢 可是他不喜歡當國王 他打完戰 人家說啊 你就出來當國王 他說不不不不不 我負責打仗 我不習慣當國王 那他很會生小孩 他生了七十個孩子 七十個孩子 還不夠 又娶了一個小老婆 生了一個小姨子的這個 不是鄭老婆的兒子 那個小老婆的兒子叫亞比米勒 那個亞比米勒呢 他就知道輪不到他當國王 因為他上面有七十個正牌的 所以他有一天呢 他就花很早人來齁 就把七十個人全部殺掉 有一個跑很快沒有被殺 所以殺了幾個 殺了六十九個 有一個跑掉 那個跑掉當然不高興啊 他個個都被殺死了對不對 那個跑掉叫約壇 這個約壇呢 因為這個亞比米勒 已經在國家形成勢力 他要統治這個國家要當國王 這個約壇不敢明目張膽的對抗他 他就開始講故事 他說我告訴你們喔 我有聽到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說森林裡面呢 所有的樹呢 就要推選人家來當國王 他們就跑去找那個橄欖樹 說橄欖樹橄欖樹 你來當國王好嗎 橄欖樹說不行啦 我忙著接橄欖 橄欖變成炸成橄欖油 人家敬拜上耶穌瓦的時候 要上面要點那個油燈 我做那個就很忙了 我哪裡有空去管什麼 做你們什麼國王 你不做 無花果樹 無花果樹人家當國王 我說不行啦 我忙著接無花果 無花果可以弄無花果餅 人家那個很累的時候 吃了就有體力 我要做這個比較重要 我哪裡有空去做什麼國王 你也不要 那葡萄好了 葡萄你來當國王 所以我說不行啦 我要好好結葡萄人家去釀酒 大家有喜事的時候 喝了這個酒大家很快樂 我這樣比較好 我不喜歡當國王 大家都不當國王怎麼辦呢 後來就找到一個不結果子 那個叫荊棘 他渾身是刺 他說荊棘荊棘荊 他說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我沒什麼事好做 結不住什麼果子 我當國王 可是我有刺喔 你們不聽我的話 我會刺你 這個荊棘叫他當國王 荊棘回答說 你們如果誠實 要搞我國王 就要投在我的陰下 不然我就噴火把你燒掉 我想我們最近要選舉 大概有些人沒事幹 就會出來選舉吧 我不知道 我們是要選五都嗎 有事幹的沒有空出來選舉 我不知道 這個是一種風刺 就是說想要掌權 想要統治別人的 可能他沒有什麼貢獻 要做橄欖他也做不出來 做五花狗也做不出來 做葡萄 他只好做國王 有一點這樣的意思 這個約談故事是講得很好 可是沒有成功 大家也沒有把它推翻 後來是外國把它殺掉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 這個四世紀第九章 整個故事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一個人用故事的方法 來描述一個王 這個王不一定對大家有好處 可是他會管制 王就是管理 要大家聽他 不聽的話他會給你儲 火會跑出來 會把你燒掉 有人說 童話故事有國王 還有古代有 現在沒有了 現在都是民族 現在英國有國王 也沒有權 那是一個象徵的代表 日本有天皇 也沒有權 權還是民族 古代才有 這個王你們還記得嗎 Anson Heese這個王 這個王有一天變成牛 你記不記得我講過 他叫尼布甲尼薩牛 對不對 因為他太驕傲了 他管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人知道 他管什麼國 巴比倫國 所以這是巴比倫王國裡面的尼布甲尼薩國王 他因為驕傲 上次就讓他變牛 變了幾年 十四年 他有一天就在那邊覺得了不起 這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見的 話還沒有講完 上帝說 你講什麼 是否我讓你當國王 你還在那邊以為了不起 好你既然了不起我就讓你起不了 他怎麼變成牛 那就被趕離開人世 然後跟野弟的受同居 吃臭那牛呢 好像牛一樣吃草 過了七期 等你知道 到底是誰在掌權 是我啦 我上帝我讓你當王 你當王 我不讓你當王你就不能當王 所以王是掌權 所以這個是古代 到底耶穌要我們禱告 要禱告這個 那是什麼 難道是童話故事嗎 然後是古老的事 跟現在不合時代嗎 耶穌曾經跟一個 上夜間部的同學 那個同學名叫尼克蒂姆 因為他考不上日間班 所以他是 他晚上來上課 耶穌好好叫他 耶穌跟他說 我跟你講喔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你要注意聽喔 人如果不是從水和聖你生的 根本不能進神的國 所以神的國呢 是屬於靈的事情 是靈界的事情 根本不是這個世界的事情 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所以 我們禱告的時候 講的不是童話故事 講的不是古代的王國 講的是現在我們跟上帝的關係 在心靈的世界 上帝希望統治我們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教會 這是屬靈的關係 因為這個很抽象 所以耶穌就用很多故事來解釋 到底上帝的王國 這個Kingdom 到底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 他就用這個很小很小的種子 這個叫什麼種 欸 他說這個叫芥菜種 Masters 這是最小的 可是呢 他長大以後呢 就變成最大的樹 還有呢 鳥會在這邊休息 他這樣講喔 神的國 好像什麼呢 我拿什麼來比喻呢 比較呢 他用比喻的方法 讓我們明白 到底什麼叫做神的國度 這個王國 他說好像一粒芥菜種 這是最小的喔 但是有人拿去種在園裡的話 他就長大 變成樹 還有呢 鳥會在那邊休息 所以呢 神的國開始你看起來呢 一點都不起眼 因為是所有種子裡面最小的 他的開始是很小 但是呢 他願意被人家埋到土裡面去 就是耶穌基督 願意到我們世上來 埋到我們這個地球上來 所以他願意埋到土裡面去 然後呢 他會長大 給他時間 他會長得很大 他長得很大 不是要跟人家說我很大 他長得很大是讓鳥 可以在那邊休息 所以他是為了服務別人 了解那個意思嗎 所以他能夠提供飛鳥 來那邊停在那邊休息 所以呢 神的國度 是很小的開始 而且願意埋到土裡面去 但是他會長得很大 而且會為大家提供服務 這是第一個他講的 第二個他講的就是 太太要做麵包的時候 會把那個酵母 會弄到麵糊裡面去 把它弄揉揉成一團 他說 神的國度像什麼呢 好像麵孝 flower ribbon 他說我拿什麼來比神的國呢 好像麵孝 有富人家 就把他拿來藏在三斗麵 把他揉成一團以後呢 等到全團都發起來 所以剛才說的那個小種子 它是自己長得很大 這個麵孝不是長得很大 它影響周圍的環境 這樣講對嗎 它影響旁邊的麵粉 所以它不是自己大而言 它會對周圍產生一定的影響 所以它一樣造成肉身 願意被揉到那個麵糰裡面去 然後它跟他們產生密切的接觸 開始對這個社會 神的國應該對周遭的環境產生影響 經過時間呢 整個都受它的影響 就發起來了 然後發起來幹嘛 一個媽媽如果弄了麵糰 發起來要幹嘛 就是烤成麵包 要做什麼 要給人家吃啊 不是烤成很胖 然後說我很胖 那這個哥哥你很胖幹什麼 你總的要做什麼 基本上神的國是為了別人 了解嗎 不管是那棵樹長大讓鳥住 不管是這個麵包烤大以後 這是要讓人家吃啊 這是對人家有貢獻的 所以神的國是為別人的 好 第三個 神的國呢 好像土地裡面的寶貝 土地裡面寶貝 外面看起來看不出什麼 就是普通的地 可是它藏在地裡面 所以 運氣好的人呢 挖來挖到寶貝 可是這是別人的土地怎麼買呢 趕快把它蓋起來 不要放棵樹 不然別人就拿走 蓋起來幹嘛呢 去問那個地主說 你這塊塊買不買 你要賣多少錢 那裡面有寶貝啊 他說啊 五萬 他就趕快回家 去兼錢你知道嗎 五萬塊來買這個 因為這裡面那個可能是五千萬的 財寶 當然有划算啊 所以他就 趕快 而且怕人家發現 還要把它藏起來 他說 神果呢 表面上看起來 沒有比人家好看 這是土地嘛 土嘛 沒有什麼價值 可是呢 它裡面有寶貝啊 那如果你碰到了呢 你試貨的話 你會怕人家拿走 你把它藏起來 然後呢 趕快去賣 買這塊 不是買寶貝喔 買寶貝買不起 他是買地 這樣懂嗎 買地五萬塊 可能你拿到五千萬的 裡面的寶貝 你是為了那個寶貝 去買這塊地 這樣講對嗎 所以這個叫做投資划算 神果是一種投資 神果有代價 你必須要願意互代價 不是百百送你 你要買啊 你不是買那個寶貝 你是買那個地 知道嗎 所以呢 它外貌普通 平淡無奇 就是一塊地 沒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裡面呢 有寶貝 所以你要試貨 你不是試貨物看到的 你還以為那個是什麼玩具 你要知道那個是寶貝 然後你就趕快珍惜 把它藏好 還有願意互代價 好 神果開始提到互代價 願意互代價 不是全部的代價 一部分的代價 對不對 買地的代價 好 你買的又 投資報酬率很高 對不對 因為裡面有寶貝嘛 你買的是地啊 可是你得到的是寶貝 這是神果 好 再來一個 那就不是寶貝喔 那個是 買珠寶的商人 注意喔 這兩個比喻已經換過來了 他說神的果好像珠寶商 這個珠寶商到處去找好的珠寶 然後他找到了以後呢 就不能買起來 這個人家在手裡 他就什麼 跟人家講多少錢 不是買地喔 就買這個珠寶 他說要很多錢 他說沒有關係 這個是寶貝 他就願意花他所有的錢 為了買這個珠寶 把它買回家 請問珠寶代表什麼 珠寶不是神果 因為神果是這個買珠寶的人啊 那這個珍珠是誰 你知道嗎 是誰 就是你啦 就是我 你知道嗎 他這裡這個 這個比喻轉過來 本來是 神果是那個寶貝放在地裡 我們是那個人 願意付一點代價 買那一塊地 我們將來就有很大的回報 對不對 他這個你不注意的話 會以為神果就是那個珍珠 根本不是 神果是那個買賣人 對不對 那個珠寶 上帝把我們看成寶貝 所以他願意讓他的兒子 用他的命的代價 把我們買回來 每一個在神的心目中 都是寶貝 神戶很高的代價 為了把我們買回 所以為了我們 他願意付出 什麼代價都願意付 所以這個比喻已經轉過來了 神的果是那個珠寶商 他尋找我們 把我們看成寶貝一樣 他願意抓住機會 可以把我們買回來 他就願意變賣一切的 把我們回到他家裡面去 最後一個 神的果好像什麼 好像漁網 漁網 Fishing net 漁網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 把王殺到海裡去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 可是魚來了以後 他就要把王從他裡面撈上來 這樣才有魚 對不對 殺網的時候 他不管什麼魚 他也沒有辦法管 什麼魚都進來 可是收網的時候 他就不會什麼魚都帶回家 因為魚裡面有不能吃的 有很臭的 有很便宜的 有根本很多刺的 可是有很寶貴很貴的魚 那抓魚的人 他把魚網從海裡撈上來 他會做一點動作 就在海邊喔 就在海邊 開始分啊 不能吃的 就丟在海邊 他才不會帶回家 只有他覺得好的 貴的 很棒的 他才會撿一撿 才會拎回家 這樣講對不對 那個有毒的 他為什麼要帶回家 他當然就丟在海邊 管 所以很注意喔 天國 神的國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叫殺網的階段 他不分的 好壞 全部都進來 可是第二個階段 他就分喔 第二個階段 就是收網的階段 他就不會什麼都帶回家 他會分 你是混的 還是你是真的 這樣懂嗎 好 現在我們 在這個地上 我們是屬於第一個階段 所以和平教會 什麼人都進來 追女朋友的也跑進來 追男朋友的也跑進來 來這邊找看有沒有幫忙的 都進來的 真的找上帝有進來 根本不分 可是將來 耶穌再來的時候 他會分 你是真的還是混的 他會混得很清楚 他覺得沒有用的 那就丟了 所以你不要誤以為 你到和平教會 就到天堂 還沒有 你只是第一步到網裡 知道嗎 你有機會到天堂 但是不一定 就看你將來上帝判別的時候 你是屬於好魚 還是壞魚 這個他會分 最好是在他收網以前 你趕快變成好魚 這樣是比較聰明 不要還是壞魚 這樣還就是好不容易上了網 又又被丟到海邊 那不是很冤枉嗎 所以你看喔 天堂好像網殺在海裡 巨龍各樣的水族 他怎麼都來 他滿了呢 拉上來 坐下來 什麼 撿好的 然後壞的丟掉 所以要記得 殺網的態度 跟收網的態度 是不一樣的 殺網是不分的 收網的時候 他們會分喔 殺網的時候 什麼魚都來 可是滿了 好 滿了 時間到了 他就拉上來 一拉上來 他就坐在那邊 他還不回家 他開始分了 挑他要的 對不對 好的就帶回家 壞的就丟在海邊 他不會帶回家 所以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不是只有入網 還希望他哪個分的時候 我們被分到要回家的那個 這樣才會達到目的 不然你只是混了一陣子 又被丟在海邊去了 在海裡還有水 又丟到海邊 大概就是死掉了 就不是這樣玩 好 這個神國 我們有哪些功課 有好多功課 因為耶穌關於神國的教訓 剛才那個幾個 比他有很多講話 讓我們有一點搞不清楚 到底神的國是已經來 還是還沒來 這是第一個 很多神學家在討論的問題 因為耶穌一下講好像來了 一下講好像還沒來 所以後來神學說 他講的應該是說來了 又還沒來 那你在講什麼嗎 來了就來了 還沒來就還沒來 怎麼說來了又還沒 他們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那是什麼東東 我們不是會搞邏輯上合理嗎 已經來了就已經來了 為什麼又說還沒來 還沒來為什麼你又說已經來 可是耶穌兩個都講 這個有點複雜 我都靠著神的靈敢鬼 神的國就臨到你們 就來了 已經來了 他說 有很多人以為來了 他就講一個比喻說 有一個人到那個地方還沒回來 他就還沒來 到底是來的還是還沒來 他兩個都講 這個怎麼辦呢 所以神學家就說 其實啊 神的國要來有兩個階段 剛才說 有一個是殺王的階段 一個是收王的階段 有沒有 神國好像王 可是有兩個不同的階段 一樣神的國要來有兩個 第一個階段是 把神的國確立要來 這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耶穌第一次降生為人 上十字架死復活 神的國已經確立了 這個叫做神國啟程 establishment 神的國確認了 可是還沒有完全到整個世界 一直到他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神的國才會完成 所以從establishment是已經來的 可是從consumation來講是還沒有 那這個是講什麼呢 我告訴你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一個例子 你就懂那是什麼意思 二大戰呢 這個聯軍跟德國打仗 那德國已經把整個歐洲都佔完了 這個聯軍呢 主要是靠美國呢 跟英國還沒有被德國佔領 他們就組成聯軍 要什麼 要攻上歐洲大陸 要把納稅把它打倒 這個很困難 因為守軍是比較有利 他們在碉堡裡面 這個你從海裡面要攻上去 所以美國他們就計畫得很厲害 打算要犧牲很多兵 你知道那個叫做什麼 Normandy Landing 那他們叫D-Day 在美國的這個情報裡面 他們計畫叫D-Day 這個D什麼意思 我查 不知道他們不講 這是他們的代號 有人說叫Decisive Day 決定的日子 這是什麼時候 1944年6月6號 那一天 Normandy登陸 D-Day 一直到1945年5月8號 叫V-Day 就是納稅投降 德國投降 二大戰才宣告結束 中間隔了多久 快一年對不對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好 在這一天 德國就知道他輸了 已經決定了 因為法國被海岸被攻上來 Normandy已經被登陸了 可是德國還沒有投降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是決戰日 Decisive Day 這是V-Day 這個V比較近 它都是V-Day 這個D 有人說是Decisive 可是這是有人說 美國的那個軍方 一直不公佈說那個D是什麼意思 但是一個代號 中戰日 這是Normandy Landing 這是Najit Surrendering 請問你們一個問題 D-Day過了 希特勒知道他會輸了 知道他會輸了 可是還沒輸 對不對 V-Day還沒來 請問 在這個當中 戰爭是越厲害 還是越來越小 如果你是希特勒 你的一個黃線被打破了 可是你還沒有完全被打敗 你一定是想盡你的權力 要扳回來 這樣講對嗎 一直到你被打得 真的沒有辦法的 才投降 所以我告訴你喔 D-Day是確定勝利 可是呢 在德國統治下的人 是更辛苦 因為納税會控制的更厲害 懂得那個意思嗎 耶穌基督第一次來 上十字架死互活 D-Day已經完成 可是耶穌第二次還沒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住在 Between D-Day and V-Day 這樣懂得我意思嗎 那我們不是住在耶穌的統治 我們是住在納税的統治下面 我們是在撒旦的統治這邊 那一天到晚打電話跟美國說 趕快來 納税怎麼會讓你這樣做呢 已經想辦法要把你抓起來 把你判死刑 所以主導文是很危險的禱告 這樣懂嗎 你聽懂我意思嗎 你一天到晚打電話跟美國總統說 快來吧 因為你的國降臨 阿希特勒說 我的國還在這裡 你在講什麼啊 你不是住在美國 你是住在法國 這樣懂嗎 我們現在住的是在 撒旦的統治下面 是耶穌基督已經派前頭部隊 已經把Normandy登陸了 可是撒旦還沒輸啊 我們教會是屬於 這個V-Day跟D-Day 中間這個尷尬的時期 而且我們是住在希特勒統治下面的人 在一天到晚打電話跟美國總統說 請你趕快來 這個就是這個禱告的意思 說願你的國降臨 因為我們現在的國不好 我們現在的國家統治者都是不公義 都是對老百姓都沒有愛心 多麼希望上帝你早一點來 建立一個公義的 有愛心的這個統治啊 撒旦一定不高興啊 他怎麼會高興到你做這個禱告 所以你越禱告 撒旦會喜歡欺負你 以後你還敢念主導文嗎 你回去想一想 我們都念得很放心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現在我今天跟你們講 就是在希特勒統治下面的人 一天到晚打電話跟美國總統說 請你趕快來 可是你是在希特勒統治下 做這種事是自找麻煩不是嗎 所以主導文是自找麻煩 這樣懂嗎 懂喔 以後小心禱告 小聲一點 讓上帝聽到就好 不要讓撒旦聽到 到底神果在哪兒呢 在我的心裡嗎 還是在我跟你的中間 這個也是一句 一個希特勒文 那個介系詞是兩個都可以的 所以呢 翻譯的人就很難翻譯 法利賽人問耶穌說 神的國什麼時候來 耶穌說 欸神的國你眼睛看不到 所以你不能說什麼時候 你也不能說在哪裡 所以不是時空的問題 這是一種屬靈的 我講過它是一個屬靈的關係 所以不能把它定位在時空裡面的啊 神的國在哪裡 他說在你心裡 可是後座中間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希特勒文 一個介系詞 endose endose you 就是在你們裡面 或在你們中間 都可以 所以 either within or among 其實兩個都對 兩個都加起來才對 一個是within 在你的心裡 基督因你們的信 就住在你們的心裡 基督就做你的主 做你生命的主宰 你就是神的國 你的愛心就有根有基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在你們當中 活出這個愛的關係 所以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這是心理學 這是社會學 這是別人看得出來的 如果今天神的國就在我們教會 外面的看出來 你們彼此關係 真的是充滿神的愛 神的國就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 因為基督的愛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才有辦法用這樣的愛來彼此相愛 所以這兩個是有關係的 你看他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愛他的心 在我們裡面 這個是心理學 這是社會學 所以神的國應該 又在我們裡面 又在我們中間 如果只在我們裡面 人家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彼此的關係 還是人家看不出來 只在我們中間 沒有在裡面 那個是做給人家看 對不對 你沒有從心裡面 來彼此相愛 所以神的國是 既在我們裡面 也在我們中間 好 到底神的國是要 拼命的去跟人家 講神的國來了 讓他相信 還是應該拼命的 把神的國活出來 是倫理 還是宣揚 耶穌基督到加利利 就宣傳神的福音說 神的國進了 所以這個是要宣揚 讓人家知道 神的統治已經快 D day已經來了 再來是V day 記得在V day來以前 最好你是被神的愛充滿 否則你在漁夫來的收王的時候 你會被丟出去 記得 他會分的 在婚禮前我們把自己搞好 讓那個愛住在我們心裡面 也住在我們中間 好 還是說我們應該活出這個樣子 公義和平聖明中的喜樂 這個是倫理的問題 是活出來的 不是用嘴巴講的 也許我們兩個都需要 我們既然是事見證 這個是倫理 神果的倫理 這個就是馬太第五章 耶穌講的那個登山保訓的八福 所講的是神果的倫理 你要有謙虛的心 你要有溫柔的心 你要有可慕意的那個態度 這個整個是活出神果的樣子 你是活在神果裡面的 那這個是你要把這個消息 不要自己咬就好 還要跟人家講 讓別人也有機會 所以你要試見證 然後做見證 神果是充滿戰爭還是充滿和平 那就看在D-Day跟V-Day之間 這是充滿戰爭的 我講這個戰爭是更厲害的 只有在V-Day以後 和平才會來臨 所以神的果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是在戰爭中繼續成長 然後到真的 耶穌第二次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和平 耶穌說 我的國要建立在撒旦的國度裡面 撒旦不會平擺讓我建立 所以我必須要把他綁起來 你對一個壯士要把他綁起來 看來要跟他鬥爭 不然他不會乖乖的 撒旦不會守勢的 說耶穌你把我綁起來 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要相當厲害的戰爭 才可以搶奪 你看這個捆住搶奪 這個都是要用力量增值的 可是到真的第二次來的時候 人家會把刀打成梨頭 把槍打成鐮刀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 聯合國成立的時候他們的夢 他們就把這個做成一個銅像 就是說戰爭的器具會轉成生產的工具 我們現在很多國家的GDP 就是國民生產蠻好的 50%都是在做子彈 為了打仗 這個拿來做黃紅 拿來做農業多好 他說到有一天當神統治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打仗 到那個時候真的和平就來了 好 神的國到底是優先順序呢 還是一個抗議 Priority或是Protest 當你在禱告的時候 願你的國降臨 是我們主導裡面的第三句 對不對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第三句就是願你的國降臨 比我們的麵包 什麼保護我們 什麼不要脫離凶惡 還重要對不對 我們才會排在前面 所以代表我們覺得那個 比我們吃什麼穿什麼還重要 這個就是耶穌說的說 你們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意 這些吃什麼穿什麼都會給你 這是優序的問題 這是在你的心目中的重要比例 神的果是比我的個人的福利還重要 這是一個 當你跟神說 願你的國降臨 其實以後面是抱怨說 神啊你怎麼那麼慢 因為我們現在的國家很爛 真的沒有愛心沒有公義 所以趕快 這是一個抗議 這不是一個優序 詩篇說耶和法 到底就是壞蛋誇勝 要到什麼時候 要到什麼時候 所以當你在打開說 願你的國降臨 就是說願現在的國可以趕快過去 讓神的愛來統治這個台灣 統治這個世界 而不是讓爭權奪立的這個政黨 統治我們 這個是對現在的 既有的政治架構的一個抱怨 坦白講 一個抗議 所以我們才說神的國趕快來 好 剛才我講過會分 剛才是說漁網收的時候會分 這個是說收割的比喻說 麥子敗子一起長 可是收割的時候會分 敗子撲出來 捆成捆 要燒 麥子才會收到倉理 一樣 剛才說收網的時候 好語話語會分開 這裡敗子麥子會被分開 是會分你的 可是分成麥子 收到倉理的就不分了 大家都在倉理裡面 那裡面就沒有分成這個 長老國 信義國 還是什麼 寧恩國 沒有 只有一國就是上帝國 所以 要嘛你就是沒有被分到裡面去 那你就是被丟掉 你到裡面去就沒有在長老會 信義會什麼會 都分不了 因為剩下一個國 就是 上帝的國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當我們強調神的國的時候 其實我們承認說 我們這個長老會什麼會 這是暫時的 有一天這個都無效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被放到那裡面去 那個才是重要 所以 只有一個 這個 聖靈一個 身體一個 一個指望 一族 一信一喜 只有一個神 只有一個國 以後在 耶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所有的教派都沒有意義 都沒有意義 只有你是 被分到裡面 還是分到外面 這個有意義而已 裡面不再分了 好 最後一個問題 神的國到底是我們要等呢 還是我們要拼命 讓神的國降臨 這個就有一些爭議 既然是神的國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就禱告嘛 禱告完了 就坐在那邊 等神的國降臨 還是說禱告以後要站起來 努力的做 到底要怎麼樣 好 菲利比說要坐著等 你們是天上的國民等候救主 就是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你也不能爬上去 就等他下來嘛 一個說不行啊 這個神國要努力才能進去 你坐著等進不了 要努力 這個努力就是要拼命才能進去 到底是要努力 還是要等待呢 德國以前有一個禱告詞 很好 有人翻成英文 可是有一個字還留著德語 我給你們看 關於這個 他說 God grant me the Gala Saint High To wait patiently for your time and intervention Where there is most helpful The courage to act Where acting can help building your kingdom The obedience to act faithfully Even where it seems pointless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To know your will And to pray thy kingdom come 這個禱告很棒 如果你仔細看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上帝啊 求你讓我明白 在我什麼都不能做 只有你做的部分 我會等待 我會好好等 因為那個我做只是搞壞 我做不了 那一部分我就等你 因為你有你的時間 你什麼時候要介入 這是你決定 我就是禱告等 可是如果有一部分是 我可以參與來改變的 你讓我有勇氣 不管有多大的困難 我願意加入改變 所以這個是 courage 可是有時候 你明明知道沒有效 可是你要我做 讓我願意就是去做 所以不是有效才做 是神要我做我就做 所以變成有三種態度 一個是德語的叫做這個 Kalai Senai Kalai Senai就是捨己 就是沒有自己的意見 願意順服的意思 一個是勇氣 Courage 一個是Obedience 捨去自己的堅持 勇氣 上帝要我做我就努力的去做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要我做 根本沒有用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要做 我願意去做 我把它翻成中文 求上帝賜我捨己 以忍耐等候你的時間跟介入 求上帝賜我勇氣 以付諸行動來幫助建立你的國度 求上帝賜我順服 以信實遵行你的旨意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有意義 求上帝賜我智慧 可以知道這三個之間的區別 然後明白你的旨意 才能夠好好的禱告說 求你的國將領 這個求你的國將領 裡面有包括等候神 還有包括努力參與 這兩個部分都在裡面 好 我的結論 從祷告跟盼望 到生活跟宣揚 從祈禱和祈禱 到生活和分享 起司律說 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這是一個禱告 我們只能在那邊等候 我的信啊 你當默默無聲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 是從祂而來 這是waiting 這是等候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 耶穌說 虛虛的人有福樂 天果是他們的 這是倫理 生活上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現在就要做 還有 把這個天果的無音 傳遍天下 神的果才會來 這是我們要做的 這是奮鬥 我們一方面要等候 我們不能做的部分 我們等候 我們能做的部分 我們需要奮鬥 我們低頭來祷告 主 當我們在笑 自家哥熊隊 他們連主導文都不會講的時候 我們可以緩過來看看自己 我們是會念主導文 可是有可能我們也搞不懂 我們念當你的果降臨的時候 到底對我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 主啊幫助我們經過今天的敬拜 讓我們了解 神的果就是神要掌權 求神先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來掌權 讓我們完全順服在你的帶領下面 求神到我們的婚姻當中來掌權 讓我們夫妻的生活 是按照神的愛來彼此相待 求神到我們的家庭來掌權 讓我們跟父母跟子女之間的關係 是按照神你的旨意來互相掌權 求神到和平教會來掌權 讓我們的教會是充滿神的愛 讓我們的社區 讓我們的國家來掌權 幫助我們明白 什麼是我們必須要耐心的等待 什麼是我們必須要勇敢的去付出 去活出來 求上帝讓我們既願意等待 又願意努力的來向前邁進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